觀眾朋友 今天早上六點 在桃園中油煉油廠發生大爆炸 包括如果你住在桃園市 或者是在盧竹 南坎 甚至龜山林口的人 今天早上 最近都去怕到 要撞一聲的喊大聲 大家說 娘的是不是恐怖攻擊 還是說最近阿強要打來 可是是中油的煉油廠發生了大爆炸 這個大火一直燒 燒了 將近兩個小時 最後才真正的熄滅 包括空污的問題 包括所有的住家生命財產安全 大家是捏了一把冷汗 可是只有今天這樣嗎 長期以來在桃園中油煉油廠 其實就是意外公安事故不斷 大家每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而大家今天呢 在這個發生大爆炸之後呢 居民起到要死了 說要求一定要簽廠 不理過簽廠說了十五年 中油呢 今天也再次再度說說 我們會真正啟動這個叫做 簽廠的研究以及簽廠的計畫 真的簽得走嗎 煉油呢 對臺灣來講不但是非常重要 包括提供器材油等這些重要的戰備 以及民生物資 對臺灣的國安來講 更是極為重要 北部一定要有一座自己的煉油廠 桃園可以簽到哪裡去 新北市在巴黎的台北港可以接受嗎 今天我們透過在桃園中油煉油廠大爆炸 來談一談長期以來居民如何膽戰心驚 提心吊膽的跟這個未來 不定時炸彈共處在一起 但是這個問題真的能解決嗎 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桃園在地的一員 之前也是桃園的環保協會的會長 同時也是知名的環保專業技師 我們歡迎是桃園市議員范剛祥 范議員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對中油以及對能源都非常熟悉的 中央大學管理講座教授梁啟源梁老師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再來歡迎是台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系的副教授 鄭安廷鄭老師 姓聰兄還有各位來賓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特別感謝是來自於桃園 其實長期來就很氣很氣 他最大的使命就是要把這個煉油廠趕走 我們來是桃園市桃園區 汴州里的里長楊興坤 里長你好 感謝主持人以及所有觀眾還有來賓 謝謝 早上六點五時到底發生什麼事 非常恐怖 今天的時候六點四十二分 六點四十二分的時候 有一個產生一個很大的一個威力的氣爆 那很多人以為是墜機 以為是那個飛機墜機 因為那邊也是一個航道 是 那這個聲音 因為基本上來講是看不清楚是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周邊的話有很多都是平房 那結果聽到聲音 那大家居民持續的就是像我們在那個飛機場 聽到那個戰鬥機 在我們耳朵旁邊這樣的一個聲音 那大家居民相當恐慌 那很多居民基本上來講 一大早就馬上就是逃離啊 連內衣內褲 有些睡覺沒有穿太跑啦 那沒有辦法 因為今天真的整個一個狀況 相當的一個恐怖 那有很多那個天花板也掉了玻璃破了 那老人 天花板都掉下來 因為整個青鋼架 那個是氣爆嘛 氣爆基本上來講是這個氣的一個推力 那有很多人覺得說好像地震 那個地震是非常不得了 那小朋友還有老人也跌倒了 這個是今天相當相當恐怖的一個狀況 是 我想不是今天而已 長期以來我們都受到這樣的一個恐慌 你從你知不知道你有聽到嗎 博雜那些 有啊 怎麼會沒有聽到 你們家是離煉油場很近的嗎 我 我家裡差不多應該四百公尺而已 直徑差不多四百公尺左右 那那個聲音聽得很清楚 因為基本上來講 陶淵煉油場 他當時在規劃設計的時候 並沒有像六清說有一個隔離安全 那個綠帶 沒有啊 他當時就是十二米的一個馬路 就是民窄 是 相當相當危險 不過我們來看看Google 這一張圖我們就很清楚看得到啦 這個地方呢就是桃園中油列油場 在這個地方 其實以前這裡沒有這麼多騎機啦 路外人越來越多 這邊呢就是我們的桃園國際機場 這是算南崁對不對 南崁在這裡 對 爐竹南崁 對 爐竹南崁嘛 對 對 這就是桃園市 桃園市 你看周邊多少個住戶 密密麻麻 非常擁擠的 這個不知道該叫工業區還是叫住宅區啦 反正就是人都在這邊 然後呢 這個這麼可怕的 我們講說未爆彈也好 或是真的是已爆彈也好 桃園的中油煉油場就在這邊 所以那聲放下去之後 如果沒跑的 在家裡面那個空氣污染很嚴重嗎 相當嚴重 我想平常就很嚴重 而且是東北季風的時候 地氣壓的時候是整個籠罩 不是說今天路後風又淨頭 沒有 不可能啦 因為地氣壓根本就走不了 那昨天就有這樣的一個徵兆 昨天就 昨天就有 昨天就是油味很重 那因為昨天基本上來講是禮拜天 平常我如果有習慣的話 聞到味道 我一定打電話給桃園店流場的廠長 那因為昨天我剛好下午都在家裡處理一些事情 沒有出去 那因為有居民跟我反映 那我想說 因為這個習以為常 就是一個東北季風來的時候 是 籠罩這個空氣 都會瀰漫的這個樣子一個 一個氣味在 是 是 這個長期以來 我們那邊就是要接受 忍受這樣的一個不平等 里長我們等一下會把大部分精力 都集中在談 簽場 可是我想請教一下 今天早上六點多 中油煉油場爆炸 什麼時候通知你 里長 基本上來講 他們也沒有時間通知我 根本沒通知你 因為我自己很清楚 我們就衝到第一線去了 我所有的里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問里長說到底要不要撤離 要不要撤離 要不要跑 沒有人跟你說 他也沒有辦法去判斷那個狀況 火會燒多久也沒有人跟你說 沒有 實際上來講 他不是燒兩個小時 他六點四十二分是燒到十一點多 將近十二點 對 整個雨火 基本上來講 燒了快六個小時 對 基本上來講 那這個是還小 那當然今天這個整個一個狀況 我想這個對我們桃園市民衝擊相當大 我們來看看今天早上在桃園發生的中油煉油廠發生大爆炸 哇 煉油廠爆炸 29號清晨六點四十分桃園煉油廠冒出熊熊大火 影片中可以看到遠處一團火球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緊鄰市區的中油桃園煉油廠在爆炸後火勢更是猛烈 周邊住戶被突來的巨大聲響驚醒 所幸無人傷亡 中油公司坦承是稅修的第二家親脫流工廠 重新啟動時發生爆炸起火燃燒 最安全的處理方法就是把它集中在一個地方 把殘存油料燒完 那燒完以後整個 我們可以讓整個事故現場 我們去了解進一步的一個原因 這場公安火災初步研判 是加熱爐爐管發生問題 目前壓力已經釋放 火勢也已經控制住 但中油公司表示殘存的油料 以氮氣固定一處繼續燃燒 貿然滅火反而增加二次災害 發生風險 也承諾針對公安和環保問題 上午桃園市長鄭文燦也來到現場 居民向他直接表達要求官場的訴求 而為了確保周邊學校的安全 市長下令有上課的學校停班停課 而桃園市環保局第一時間到現場 進行空氣品質監測 測得下風促包括桃園平鎮還有中立 PM2.5濃度正常 VOCS揮發性有機物1.7ppm 濃度並不高 請民眾不必過度恐慌 這件事已經不是藍綠的問題 包括桃園的里長 包括藍綠的議員 包括藍綠的立委 包括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 甚至包括連中油自己都說要簽場 但是說十五年了 為什麼簽不走 現在就真的簽著走嗎 我們再回來看看 今天的爆炸事件 早上六點四十分的時候 講是說因為稅修超過一個月的這個鍋爐 重新啟用 那疑似說加熱爐管破裂起火 然後是大概經過一個小時 大的火是撲滅 小火繼續讓他燒 有一點是說 你如果整個悶住的話 可能會有二次爆炸 更加危險 所以讓他繼續燒 剛剛里長是說 至少燒了五六個小時 索性現場無人傷亡 桃園市做法說 先罰一百萬再說 繼續監測 繼續公告 附近的 因為小學就放寒假了 國中今天就停課一天 中油要道歉 不過中油的道歉 大概也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對他來講 隨便就可以道歉了 那道歉之後 能不能簽呢 所以要由外部專家參與 調查原因 然後重啟簽場的計畫 提出時間表 不要再一直糊弄下去 環保署說 今天風很大 所以污染物很快就飄向外海 對本地的影響不太大 那勞動部呢 也罰了錢 就是說這一次呢 加熱爐的有效期限 是到一月二十一 你還在申請檢查 就先給他用了 所以先罰你三十萬 行政院講說呢 可能這個SOP呢 沒有按照著做 所以呢 這個程序有疏漏 是不是包商的疏失呢 以後再來做徹底的調查 不過究責是一件事 我再請教一下議員 這個東西在這裡已經四十年了 還要怎麼辦 我想在那裡可以說 所有的政治 當然我們的理長的感受 是最快的親 不過不管是哪一個顏色的 這個議員 或者是我們的市長 其實都表達很堅定立場 就是這個地方 桃園發展的結果不適合了 因為附近這個大的人 七十六萬人 另外三公里的這個範圍之內 住的人也還有三十萬 三公里範圍之內就有三十萬 所以事實上 他的公安的這個風險 事實上是相當大 那事實上 我們也早就已經 在九十二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過承諾 這個承諾已經十年 他原來預計十年之內要簽廠 也已經跳票三年 是 那以桃園市政府來做 講我們的市議會 以及我們市政府 也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我們是在兩年前 有特別去成立一個 所謂的中油煉油廠的 簽廠的這一個 促進的小組 所以事實上 我們今天假如注意 今天的這個報紙的新聞的報導的話 在今天事件二十九號發生之前 二十六號 中油的董事長 其實就已經有去拜訪 鄭文燦市長 就簽廠的事宜 去做一些溝通了 所以這一件事情 事實上一直在進行 只是說他目前還沒有一個 具體的結果出來 沒有啦 將心比心 當然我等一下會再請教里長 就是住在這個 中油煉油 煉油廠旁邊的居民 真的是很可憐 對 看到他們這麼可憐 我當然也不想跟他住在一起嘛 所以你從桃園 不管叫龜山 或者是桃園市 這個地方 要是要刷去哪裡 頭圈刷頭圈 還是頭圈刷台北港 這屬於上 我們說事實上以前有傳聞過幾個地點 不過大家都知道這是典型的零幣設施 大家都賣了 那傳到哪裡之後 很快就破局了 馬上見光 對 所以我們現在只知道說 這個地方附近 真的很不適合 因為那個地方附近的人口密度 他只有零星的工業用地 其他大部分都住商混合區 那他的人口密度是臺灣的人口密度 大概十倍 所以基本上那個地方是非常不適合 這樣的一個顯著的設施在那邊存在 那至於說你說其他有沒有地方呢 我想 當然也是不好找 因為畢竟要相當的場地 所以我們可能要想多元的方法 例如說 也許包括你自己本身 你的這個這個煉油廠 他的產出的規模 可能要去降低 是 你比較好找地方 你要是土地還是那麼大塊 你可能還是一樣難找 是 可能要多管旗下的方法 來去找 所以你說十五年前 中油就提出來說 十年後要簽廠 過了十年之後 又過了一年兩年三年 又跳票了三年 現在還是說要簽廠 你會不會擔心中油 還是繼續糊弄我們 我想這就是我們監督的密度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對這 事實上講難一點 這種公安事件 等於是中油一直不斷地用 他自己的行為 提醒我們說 中油這個場是不可靠的 因為以這個 今天這個事情來講 稅修完之後 你一定是排除所謂的設備 老舊不堪使用的狀況 這個東西二十年 沒人敢說他不能用 不能用 你現在馬上就不能用 所以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是一個人為的疏失 標準作業程序出了問題 是 那標準程序出了問題 你就是等於提醒我們說 就是不可靠 不然包括再是稅修之後爆炸 你如果說稅修之前 還沒說更換這些老舊的管線 或是問題更大 不然又嚴重了 如果博拽又吃了 不過梁老師我們來看看 煉油場 是不是真的可以說簽就簽 又或者是不是就真的可以從桃園 簽到不管叫做巴黎的臺北港 或是簽到其他的地方 我們來看看中油桃園煉油場 對臺灣有什麼重要 四十年前正式生產 員工大概一千兩百個人 我們先不談就業機會 這部分 在桃園市龜山區南上里 雖然行政區域是龜山 不過他其實很靠近桃園市的桃園區 那占地四百八十多公頃 近桃喔 所以換句話說你去哪裡找一塊地 你可以讓桃園六原油場搬過去 設施呢 這就很專業了 這個很重要 但是呢 重點是每天原油煉量呢 二十萬桶 供應哪裡呢 北部台北新北桃竹苗的油料需求 特別是桃園機場松山機場 油從這裡來 再來呢 汽車輛的汽油柴油從這邊來 家庭的液化石燃氣石油氣從這邊來 火力發電民間工廠的低流的燃料油 從這邊來 還有很多那個打碼加瀝青 也是從這邊來 牽得走嗎 是啊 現在就是他不是牽得走 如果說你有地方去當然是最好 那但是你如果說沒有地方去 然後這個地方又要他這個整個工廠 就不要生產了 是 那這個影響確實是蠻大的 你剛剛提到的 中油的這個桃園廠 大概佔整個中油的營收 佔到百分之四成 百分之四十 佔四成都是桃園這個地方 對對桃園內油廠 那這個四成的這個產值 那大概中油公司 主要以油品為主 但是中油公司 他佔整個我們內銷市場 雖然還有台塑化 但是內銷台塑化以出口為主 中油是內銷為主 在內銷市場是佔到七成以上 那所以整個的油品 佔整個我們能源的供給的來源 佔到接近百分之四十八 接近百分之五十 接近一半 所以如果沒有桃園 桃園煉油廠的話 那麼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油品的供應 海灣油品的供應 那會有大的問題 梁老師我打岔一下 因為大家都說 高雄那個武清說 那個開廠二十五年說搬 也最後也是搬了 清油裂解 跟這個煉油 到底是差別在哪裡 清油裂解 就是說你拿那個清油來 然後一直分裂 一直加溫 變成什麼PVC 變成一大堆塑膠的東西 煉油到底是什麼 當然石化的來源 它的原料也來自這個 來自原油 原油 或者是天然氣 但是臺灣主要是原油 清油類解 原油裡頭 包括汽油 柴油 燃料油 那裡有清油 那裡頭分流以後 有這些東西 是 那清油再變成石化原料 OK 那重要的是油品 基本上是一個重要的能源 剛剛我說了 它佔整個 我們能源供給的來源 臺灣佔到一半 就是油品 那所以 如果沒有這個 能這個油品的供應 整個能源的供應 就產生大問題 換句話說 三氫 四氫 五氫 甚至六氫 臺灣可以說外移 我們不一定是清油裂解 那就是可能產業的損失而已 但是臺灣沒有辦法說我不要有煉油廠 否則我們就沒有汽材油 那是 就是同樣的石化工業沒有 或者是煉油工業沒有 當然他對於經濟成長 對於這個就業還是有蠻大的影響 那對於這個經濟 對於這個石油業來講的話 如果說這個石油業都沒有了 大概影響的直接的就業的人口 大概一點四萬人 直接跟間接 因為他有產業的關聯 大概有二點八萬人 那如果是石化業的話 直接的影響就有接近二十萬人 直接間接影響的話是三十九萬人 所以他的影響是蠻大的 對於經濟成長的影響 油品的影響 直接間接加起來的話 沒有石煉油業影響是減少百分之一 一個百分點 石化業是減少二點二個百分點 石化業更嚴重 對對對 直接間接都算在內 那個議員 我剛剛之所以這樣問梁老師的意思 就是說對五清 我們的選擇是官場 不是簽場 他可能重要設施 是簽到那個大 那個另外一個三清四清那邊去 但是對於中油桃園煉油場 我們似乎沒有官的選擇 只有簽的選擇 其實我們從剛剛梁老師的說明 大家可以聽出來 所謂的煉油 跟所謂的這個石化業 輕油裂解 他事實上是一個上下油的關係 是 你沒有那個上油的這些煉油的 這些都沒有後面的 後端的這個材料 來去促進這個所謂的石化業 也就是說我們的確 很難去把這個部分把它關掉 可是我們現在尋求並不是這個 我們現在只強調一件事情 我只強調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現在他所在的這個地方 他的人口密度已經比桃園 比臺灣整個平均高十倍了 你應該再去找另外一個地方 比較適合的 那畢竟他這個地方 他跟石化業所佔的這個土地面積 大概還是 相對來講還是比較少 因為他四百八十公頃 那我們剛剛也講 事實上 中油他現在所尋求的替債方案裡面 他可能包括部分的這個煉油的材料 或者流程是跑到其他地方去進行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本身在中油這個 我們煉油廠的這個場地 跟這個產量的需求就會下降 那當然是一個多元的方法 我們不可能把這個源頭把它關掉 可是你還是要去做一個宏觀的調整 是 因為畢竟在都市發展上 你還讓一個人口酬命的這個地方 還維持一個煉油廠 我想這不是單純的零幣效應 這基本上是一個合理的都市發展的 這個策略 那鄭老師 這是您的專業了 國土規劃的問題 是 有能力嗎 現在 我想國土規劃最矛盾 而且最苦惱的問題 就是剛才三位來賓所講到的 不同的面向 那剛才從議員到里長 其實關切是區位不恰當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平良心講 四十年前中油設在這裡 也不算是區位不恰當 因為當時這個地方的發展 雖然有一些在地人口 但是並沒有像現在南侃周邊發展 這麼的一個蓬勃 那以北台都會區而言 這個地方 他在污染跟國安的考慮上 也再加上他臨近桃園機場 他的確是一個設有煉油場 我想當時應該有經過一個專業的判斷 那區位上來講 過去不是問題 現在變成是一個問題 由於這個附近 已經聚集了數十萬的人口 這的確會造成一個 人民的一個生命財產上的一個威脅 但梁老師剛才也提醒到一點 就是說這個煉油場 跟一般我們在講一些工廠 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需要煉油場 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今天的判斷是說 煉油場 它是一個必須存在的 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北臺灣需要一個煉油場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就必須務實去考慮到第三個問題 就是區位現在不合理 但是我們北臺又需要一個煉油場 那煉油場應該簽到哪裡 簽到哪裡這件事情 講答案大家都不會高興 是 但是這個東西不去講 我們大概這個場就很難簽得走 我想中油在過去之所以仇促不前 恐怕很大的原因是 並不是在於他並沒有簽的動機 而是他不知道該簽到哪裡去 或者是說 他怕掀開了這個議題以後 帶來更大的一個問題 那剛才梁老師講到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說煉油這個產業本身來講 他跟實話稍有一個不同 主持人剛剛也特別講到 就是實話我們大不了 就是國家戰略政策 我們可以去做檢討 會做調整 可是煉油這個東西 不單是一個國安性的問題 不單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問題 它還是民生問題 是的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在北臺灣 這整個臺灣發展最密集的地方 我們今天並沒有一個 很充足的一個所謂的煉油供應的話 台灣桃園跟這個盧竹的交界這個區位 已經不恰當 那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北臺灣到底還有哪個地方 他適合去放一個煉油場 我們我們會發現 其實基本上已經沒有 沒有太多選項 這才是一個博多規劃的矛盾 這才是一個博多規劃的矛盾 真的是很像潘朵拉的盒子 你打開來之後呢 不管說現在傳出來說 在巴黎台北港或是桃園 另外一個地方 或是可能那個北部某一個地方 大家一定會氣到跳蟲 那另外一點是說 那你桃園煉油場 對於居民造成生命財產的安全 高雄還兩個 桃園要簽難道高雄不簽嗎 接下來就是變成全臺灣 整個都會區裡面 有這麼危險的煉油場 該怎麼辦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桃園的居民呢 真的是氣到不行 在今天大爆炸之後呢 要求桃園的煉油場 立即簽場 來看看 中油煉油場清晨發生大火 住在周邊的汴州里里民 不滿生活在恐懼當中 一早就在里長的號召下 二三十人來到煉油場門口抗議 居民說大火中還爆炸聲不斷 讓他們實在很害怕 也批評萬一災情擴大 根本不知道要疏散到哪裡 不知道沒有 他沒有叫我們疏散到哪裡 有疏散的話是親戚朋友 親戚朋友是都涵蓋在內 像今天我們跑到哪裡去 沒地方去 中油初步研判事故原因 可能是才完成碎修的 第二柴油加輕脫流工廠 加熱爐管破裂起火 當地里長表示 二零零四年就曾經與中油約定 要讓電油廠簽場 但是已經過了十多年 還不見動作 對於這次火警引發民眾驚慌 經濟部表示已經責成國營會及桃源市政府調查 希望一週內釐清原因 中油表示對民眾至上萬分歉意 至於簽場計畫上週已經啟動 上週五我們董事長有率團率隊去拜訪鄭市長 那我們公司也答應鄭市長能開始啟動有關桃源簽場 密地等等相關的一個事宜 中油現在就是有一個所謂的簽場的密地小組 那過去我們也找到所謂像觀塘 還有觀音外海 還有台北港 過去我們都找了 但是不是那麼的順遂 桃源煉油廠大火是否影響油品供應 中油表示還有南部油品可以調度 會優先確保國內供應不至於受到影響 不過煉油廠這次碎修加熱爐等設備 經勞動部派員檢查後發現許可證已經過期 雖然申請設備安檢 但還沒有完成 因此中油重新起爐的動作 已經違反治安衛生法 可能遭財罰三萬到三十萬 記者桃源臺北綜合報導 不過里長有時候當大家都有共識的時候 這要更小心 因為大家都不把那個所謂的真正問題去面對 去講出來 我們來看看這件事情 藍綠地方中央都有共識 但為什麼這麼高度共識十五年做不到 我們來看看 中油董事長講說在上個禮拜已經跟鄭市長講說要來簽 一個一年之內要完成簽廠的規劃 維持先見後拆 先見後拆是什麼 我找到地蓋好之後桃源才能拆 找不到地 這都白講 然後因應臺灣的石化產業中價有可能外移 簽廠之後不需要這麼多 不用到四百多公頃 可以縮小規模 兩千零三年就提出來簽廠計畫 可是密地困難 不過就這一段打這一段的臉 之前說一年內要完成簽廠規劃 可是又說十五年前就已經在規劃了 但是找不到地 那國安考量呢 就是要北南各一個煉油廠 所以要簽到哪裡去呢 還是要選在北部地區 不能說又跑到高雄去搞到高雄三個煉油廠 那楊里長說說要簽十五年 每天都說要簽 結果居民每天生活在驚恐當中 要求儘速簽 國民黨立法委員吳志陽也是之前的桃源縣縣長 他說經濟部跟桃源市政府不要打假球 要明確報告簽廠的時間表 時代力量說 不要再以新長子南巡為理由而消極的應對 要求簽廠時間表 但是最最大的問題 大家都沒講得很清楚 沒有地 沒有人要讓他簽嘛 所以就是繼續再糊弄下去 這問題能解決嗎 理長 基本上來講 這個就要看政府的一個決心 那剛剛我們非常感謝兩位學者 我想基本上來講桃源才 那整個臺灣基本上來講三百多公里而已 那沒有那麼長 也沒有那麼大 那目前來講有六清 有高雄 基本上來講 大家都沒有去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油品是過剩的 那剛剛那個教授也講了 實際上來講 台塑的一個油品外銷 原來是佔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現在那是當時的時空背景 大陸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泰國 周遭這附近 基本上來講 煉油廠是很少的 當時的一個 我們包括中油 包括台塑的油 周邊都搶著藥 但是現在不一樣 你去看看 全部 每一個國家的煉油廠 都比我們還大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六清 有高雄 還有桃園 我們的油品是功過於求 我們的油很簡單 北部的油就是北油藍運 我們只要一周 油輪載一遍就有 成本比現在煉油廠還要低 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所有的東北季風來的時候 我們在那個沙輪的外海 要這個大油輪要輸油 就相當困難 所以理長我打算 第一個你根本不認同什麼煉油廠 一定要一北一南 沒有這個概念 什麼這個這個概念 那以前是沒有高鐵的時候 這麼講的 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那照這麼講的話 那大陸的話 我看他的一個密集度嚇死人 所以第一個你不認同什麼煉油廠 北部要有一座的這個說法了 這個其實沒有那麼所謂的國安迫切 這個沒有數據 第二個考量的 那個您認為不管是原油或是清油裂解 時空環境也很不一樣了 國內的需求也不再那麼大了 第三個我們來看看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談 包括您認為說 六清除了可以清油裂解 它也可以煉油 本來就有煉油 那我們現在大陵 陵園有煉油廠 然後新三清四清是做清油裂解 他也可以增加或者是說把這些 那個Loading放到這邊來 還有其他的 如果說我們在做清油裂解 或其他的方式 也可以跟國外合作 不一定都要自己做 那為什麼他們帶董事長講說 可以跟印度合作 然後有再回來 那會比那個在高雄 在六清再到那個北部會更近嗎 對不對 那不然他這是什麼邏輯 基本上來講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沒有什麼國安考量 我想有一點可以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我們對某個東西依賴 是不是代表我們自己要去生產 所有這些東西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大概三天一個禮拜 不騎車不會出什麼事 你有辦法一天不吃飯嗎 兩天不吃飯嗎 可是我們的糧食依存度是多少 我不是說贊成依存度 依存度代表說 我們必須要受制於人 依存度是不好的 可是有的時候 你公共政策困難本來就在這裡 然後在不同的政策之中 去做全抉擇啊 我們糧食依存度也差不多到了七成 假如你糧食依存度 都有這麼高的依存度的話 你的石油要絕對你的石油 這些油品絕對沒有那種依存度 是真的有這樣的迫切性嗎 還是說你要維持 一定的戰備的需求 你的一定的緩衝量 那有些部分 就像剛剛我們洋理長所講的 你可以到海外去生產 當然我不是贊成依存度 而是在不同的公共政策目標之下 你要去算嘛 你要去選啊 另外一個 所謂的找不到地 我說真的啦 當然我覺得地是不好找 可是看你多努力了 我們這塊地是四百 四百八十公頃 所以我不是說要在 一定要在桃園境內 桃園市 桃園市它的土地 算是比較小的 他有一千兩百平方公里 是十二萬公頃 請問一下 假如你真正正正找 就以這個例子來講好了 四百六十公頃 又佔十二萬公頃的多少呢 其實並沒有那麼難 沒有那麼難找 另外一個 你剛剛也很好玩 吳智陽說打假球 我們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那個十年期滿 當然是在他縣長任內 可不是蔡政市長的任內 所以這件事情要怎麼說呢 沒有什麼大家可以 置身事外的 這個期間的 經過的時候 是我們所有桃園人 共同用我們的風險的可能性 去承擔這個危險 對不對 所以有些東西是迷思 不要有依存度 事實上可不可能 我們現在 按照我們現在的全球貿易 我們 我們的手機有多少東西 都是依存於我們臺灣 那我們又有多少原料 依存於其他國家 我不贊成依存度 可是依存度並不是完全不能存在 尤其我們在講 全球的分工體系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在講 什麼叫比較利益 什麼叫做全球的分工去生產 所以我想這個迷思要打破 另外一個 他的土地真的很難找 可是沒有到那麼難找 重點在你的決心 梁老師 我覺得換個角度來問 就是說 當時武清要簽的時候 好伯春跟當地居民 簽了一公二十五年後 我一定簽 那時候誰知道說二十五年之後 到底要簽到哪裡去 但是他就簽了 那簽了之後呢 簽了之後呢 再來想說 那怎麼辦 如果真的有那麼強的需求 那三清新三清四清 去把它吃下來 又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用這個邏輯 我們來想說 現在包括中油 包括經濟部 或包括民進黨政府 或包括之前的國民黨政府的邏輯 邏輯是說我先找到一塊地 再把桃園煉油場簽過去 那不能說換個邏輯說 我決定五年之後一定簽 非簽不可 不簽的話 你通通不要投給民進黨 然後之後再來想說 死了 我五年內一定要簽走 那我再來評估是說 我第一個 要不要在北部蓋一個電油場 如果真的非蓋不可 我是不是更大力的去找地 否則我五年到了 我怎麼辦 也就是說 先把旗程定下來 之後我們才有足夠的動力 去做簽廠也好 去做另立其他地方也好 或是去做整體的產業規劃 但是現在的邏輯 還是在前面說 找到地 我才願意啟動簽廠 合理嗎 就是說 你有一個 這個絕對要遵守的 這個時程表 當然就簽廠本身來講 他是有效的 但是他的代價可能很大 可能你在那個時程裡面 你達不到 那他產生的問題 就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要付的代價是什麼 那就是你可能 這個國內油品的供應 就不足的問題 北部的油品供應 更是嚴重不足的問題 或者是現在可以南部送上來 但是南部的供給量也不足 那在這種情況 現在是短期可以 長期來講還是不夠 在那種情況之下 那麼可能會有 會產生問題 能源安全的問題 然後經濟成長受影響的問題 就業受影響的問題 這個就是你要付的代價 那假設你願意這樣做 那政府願意這樣 要這樣做 那也是好了 就包括我們的政府說 我們現在幾年以內 我們的能源轉型計畫要完成 但是我們知道 那困難度很高 是 那我們要付代價 是 那這個代價就是包括說 可能會缺電的問題 會限電的問題 會有溫室氣體的問題 所以就談到你的專長 民進黨政府 小英政府在選前 就簽了一個叫二零二五 非核家園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能源轉型 就是follow那個目標 那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這個桃園煉油場 我們簽說五年 五年可能太久了 三年 三年一定要簽 然後我們因為有這個目標 才有動力去達成這個目標 可是現在連那個目標都沒有 是 但是基本上有個目標 但是執行方面還是需要彈性 不然你付的代價會很高 那我只能夠提醒 你還是認為北部 一定要有一座煉油場 是 其他國家進口不行 為什麼 比如說我們從印尼 你可能忘記了 現在因為油 好像供應很充裕 所以你覺得它不是個問題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第一次石油危機 第二次石油危機 那時候大家要游 有困難 那那時候這個加油站 甚至政府考慮要用配給的方式 到處到外頭去找游 這種情況 那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現在忘了 因為你現在覺得好像沒有問題 但是事實上 能源的安全 一直都是問題 過去我們沒有缺電 電力不會不足 那但是你一旦要去做 而且要去廢核 要提前廢核 提前廢核 那就發生了 他就限電就產生了 怎麼不會呢 瞭解 不過鄭老師 這就是手心手背 都是肉 一方面政府在考量國家安全 經濟安全 然後整個能源穩定空運的時候 他會想說 還是要在北部 最好是不要動 最好是留在桃園 這個地方 可是另外一邊 你再想一想 難道這幾十萬住在這個煉油廠居民的命不是命嗎 難道我們為了維持這個所謂的北部一座煉油廠 我們就要拿這些人的生命來去作為另外一邊的代價嗎 所以這個選擇到底該怎麼做 難道不能說 我們就是先訂一個旗程出來 三年五年 就不管是像是民進黨或是國民黨 乃至於時代力量所要求的 時間表先訂 然後我們再來想 怎麼樣達成目標 達不到目標 就付出政治代價 這樣的政策規劃可行嗎 是 謝謝主持人 主持人 您後面問到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訂旗程 我覺得這個是政治決定 就是說要不要做這個政治決定 我想議員跟里長 都比我還要更專精 不過您提到一點很重要的是 就是說手心手背的肉 國土規劃或所有的規劃也好 都是在煩惱一個問題 就是說在不同的決策之間做取捨 是 那剛才梁老師也好 議員也好 那個里長也好 都談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每個人在談這件事情 都覺得這個問題應該解決 可是每個人彼此之間 他的優先順序是不一樣的 這個就是民主國家的一個 民主社會的一個特性 那在做規劃的這個時間點 國土規劃這個時間點 我們沒有辦法去判斷 到底臺灣應該幾座淋油廠 說真的 我們是學規劃的 我們並不是學能源的 這個東西要問梁老師 這樣的能源專家 可是一旦今天上層 就是說國家政策決定 一北一南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那北部哪裡比較適合 也就是說今天要有一個 很明確的國家政策 他在國安環境 經濟民意跟能源戰略這部分 他怎麼做取捨 是我們不否認 我們不否認梁老師講的 有點我是承認的 就是說在世界各國 即便是我們認為很和平的國家 基本上都把能源戰略放 放在國家非常優先的一個地位 甚至在做國土規劃的時候 一旦是做能源開發 國土規劃往往都被排除掉 都是除外的 包括我們看到的挪威 非常重視環境的一個國家 北海有油田就挖下去 下面的生物 他就不管 那丹麥我們也說 他推展新能源 風力發電非常有名的一個國家 他叫北海就設了幾百個 風力發電機 一樣都是破壞生態 可是為什麼 因為這個牽扯到國家安全 跟國家戰略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建議是 那麼我們國家的優先順序 我覺得政府要講清楚 不管是誰執政 他都要講清楚 我們把什麼放在第一位 是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必須做犧牲 那第二件事情是 有一件事比較可以去討論的 就是成本 剛才剛才議員也好 老師也好 我都講到一點 簽不簽 其實都都可以說是一個合理的規劃 基於某些政策 如果你今天不簽 你當然跟民意敵對 你當然要付出政治代價 你的都市發展要受限 但是你今天簽 甚至直接官場 你可能要付出的代價是經濟 上下油產業的斷裂 以及你的能源 跟國安方面的一些考慮 所以我剛才講到了 成本這件事情 我們要承受什麼樣的成本 這是我們要去精算 但是我承認議員 剛才講的有一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確做的比較少 就是我們明明知道 要開發新能源 要找新的煉油廠 這麼困難 我們也都知道要做新的電廠 這麼困難 可是我們政府 不管是過去國民黨到現在民進黨 我們對於在合理使用能源的費用 這件事情 降低能源依存度 這件事情 做的都不夠 我們至少可以先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去降低能源依存度 我們把我們都知道設一個煉油廠這麼困難 我們有沒有把這個困難反映在他能源的成本上 我們的石油這麼便宜 我們的電這麼便宜 我們的水這麼便宜 我們明明知道已經蓋不了新的水庫 蓋不了新的電廠 可是我們卻沒有去任由民眾 去享受一個非常廉價的能源使用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危機 剛才談到一個很重點 就是我們期待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這樣 就是說好 我決定不簽 那雖然去得罪地方的民意 但是我要跟你說服說 因為國家安全是我的 但你要拿出你的理由 或是我決定簽 我就得去承擔對於所謂的能源安全經濟危機 甚至國家安全的那個風險 我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但看起來從國民黨到民進黨 他選擇的一個是說 跟民眾說我會簽 但是不實際去執行簽的這個計畫 他又不要去得罪選民 又不會去啟動簽廠的整個計畫 我們來看看 這個其實我們只列了大的 不管是除油庫或是煉油廠 或者是清油裂捷 我們只有從北到南 從基隆 巴督 臺北港的除油潮 然後藍色這個是桃園煉油廠 今天爆炸 台中港的公油中心 王田的公油中心 然後在麥寮這邊 有一個六清應該在外面 那個在外海這個地方 然後豐德油庫 台南公油中心 橋頭公油中心 半平山除油站 大陵 陵園 在高雄有兩座煉油廠 桃園人覺得很不公平 恐怕高雄人會更氣 高雄還兩座 然後林園這個地方 因為五清關掉了 所以五清現在移到 所謂的新三清跟四清 都在林園這個地方 換句話說 高雄這個地方也煉油 也做清油裂解 所有的污染 通通都在高雄 東部也很多 在蘇澳 在北埔花蓮都有油庫 我們還不談小的這個除油庫 我們談大的 這個先生都會遇到這種難道居民的命 不是命的這個問題嗎 我們來看看 但是呢 如果說你管理的好 這個反彈還比較小 你不要一天到晚 再給我放煙火 我們來看看 九六年開始 桃園煉油廠 就問題一大堆 然後航空燃油脫油 工廠發生氣爆 還導致一名員工傷重不治 九七年燃油 燃料油脫油 工廠也氣爆 零二年呢 鍋爐氣爆 然後零三年呢 第二重油脫油工廠呢 重新啟用 就跟今天一樣 發生氣爆火災 零九年呢 也是這個排氣 把漢道破裂 然後呢 把附近人家的住家 跟車子都燒了 一四年呢 大雨呢 導致這個含流的 含油的淨流廢水呢 整個排到後階溪出去 在一六年十月的時候呢 進行所謂的 航空燃油管線的 漢公施作呢 然後把整個草都燒掉了 然後呢 就是今天這個重新稅修之後 啟用呢 爆炸起火 我們來看看 中油 我們等一下會談其他的 但是光桃園這個地方 公安事故 就不斷地傳出來 那居民的生命安全又該怎麼辦 來看看 大量農煙伴隨火光往天際串起 中油桃園煉油廠清晨六點四十分左右 爆炸起火 住在峨眉一街到四街的居民 有人餘悸猶存 卻也有人見怪不怪 因為這已經不是桃園煉油廠第一次發生大型的公安意外 其實桃園煉油廠距離民宅相當的臨近 民眾只要打開窗戶或走出家門 都能看到廠區內的運作 民宅緊鄰著煉油廠區 臨長抱怨 居民不只得長年忍受空污 也一直活在公安的陰霾 因為這已經是他住在這裡三十年來 看到廠區第四次發生大型意外 回顧中油一九九六年 桃園煉油廠區曾發生過一次嚴重氣爆 導致一名員工身亡 隔年在高雄前鎮區更釀成十四人死亡 而近期在20152017年也都輪番發生公安事件 今年則一月都還沒過完 就又發生了兩起事故 因此國民黨立委上午也舉行記者會 要求中油痛下決心好好檢討 就怕廠區內的油管相連 災害還會再擴大 勞動部治安署已在下午 要求發生大火的第二柴油加輕拖流廠 必須先行停工改善 等中油提出改善計畫 檢查認可才能復工 中油公安事件頻傳 居民希望煉油廠早日遷走 他們才能從夢魘中醒來 記者桃園 林郭俊林桃園報導 林長我請教你們那個桃園煉油廠真的可以叫說就算不是一天到晚也是三不五時在發生事故嗎 平常就整個一個空氣污染相當嚴重 那這個剛剛主持人所列的這邊 這個可能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三分之一 對對而且最大的一次民國七十七年的時候 那個大氣爆 那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我想剛剛那個兩位學者都有談到 當然不管是城鄉發展也好 或者是油品的一個需求 國安問題也好 我想基本上來講 這是另外一個面向 那你如果說 你可以把這些公安的事情 你把它做好 你才可以談後續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是 那你如果說你這裡兩三天就爆一次 我跟你講 大家不要忽略這個事情 我在這邊 感短預言 你看今天一個氣爆這麼嚴重 這個已經是四十九年的一個牢場了 基本上來講 這樣一震的時候 這個是氣體的一個氣爆 請問一下 其他的二十幾個工廠 周邊二十幾個工廠 會不會有問題 我想這個是以前的一個借鏡 這次爆了之後 可能時間不久的時候 又會發生氣爆 那我想基本上來講 剛剛那個我們那個 那個梁教授也講 這個整個一個國安的一個問題 基本上來講 應該北部煉油廠跟國安問題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 為什麼呢 臺灣沒有生產原油 原油不是我們在控制 我們是遠從中東載過來 都是大的郵輪輸到 載到外海輸進來的 那這個成本絕對遠高於我們跟鄰近的國家 買這個煉好的汽油 或者我們從南部中部運上來 是 你現在整個這個有競爭力嗎 難怪他一天到晚的一個那個績效輸六輕 六輕是直接外海 到了海邊 馬上就洩原油了 瞭解 這邊不是啊 在外海 在臺灣買原料 不見得比買成品便宜 當然啊 基本上來講 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那如果照這個邏輯通的話 所有的全世界都要設台積電 不然的話你怎麼做這些 這些豐測的東西 不然人家歐美幹嘛 老是找我們代工 對 是不是 不過剛剛理事長談到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概念 因為國安問題會更複雜 更需要更高層去做評斷 但至少今天桃園中油煉油場 今天一爆之後 他正壞掉 爆掉了多少的安全的東西 我們都不曉得 所以接下來 如果這個廠還要重新啟用 他一定要用一個非常非常嚴格的 啟動審查程序 才可以再重新啟用 不然你本來還比較重要 怕你放一下 放掉了 你沒有發現 你繼續給他用 會不會導致一個更大的一個公安事故 所以說 政府一定要堅持的 我們這邊 一定要請我們鄭市長 因為鄭市長也很幫忙 今天第一時間就來到現場 跟我們市民站在一起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現在強烈要求 也包括議會 我們議員也在這個地方 一定要要求 這個桃園煉油場 這個場 這樣一個氣爆 絕對要全面停工 我請教人 六清也有一個 那個什麼 公安監督委員會 桃園中油煉油場 有類似像六清那種東西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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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有沒有辦法說 第一時間知道所有的訊息 以及平常介入這些公安的 管理以及其他的機制 就我所知道是沒有 目前議長應該是沒有 沒有 沒有 所以你們居民就是乖乖地等爆炸這樣 所以說剛剛有談到 我想基本上來講 如果說這些公安等等事件 都做得好的話 我們居民還沒有話講 那你今天不能說 因為你公安做不好 你還要求說一定北部 一定要在這個地方 或者北部一定要有 那我們比白海豚還不如 七十六萬人比白海豚還不如 講更白一點 你這個場如果一天到晚 再爆炸 我也不相信國家安全 能維持的什麼 沒有錯 國家安全的時候 大家真的要打仗 自己就先爆掉 不過我們來看看 五清的經驗 能不能拿來桃園用 為什麼五清在營運 二十五支年 二十五年之後 他可以關場 但是桃園的煉油場 做了四十年 還是遙遙無期無法關場 來看看 好不容易啊 等了二十五年 終於等到了 二零一五年 後進居民總算判到 中油高雄煉油場 洗燈關場 回顧民國七十六年 政府宣布將在高雄煉油場 增設武清 引發後進居民 激烈抗爭 民國七十九年 劉永寧甚至還爬到 中油燃燒塔 掛上反武清布條 居民一連串激烈的 抗議行動 才迫使當時的行政院長 郝伯村承諾 將在二十五年後簽廠 最後政府也實踐諾言 不過另一方面 今天凌晨 發生爆炸的桃園煉油場 何時能完成簽廠 恐怕還是未知數 不願活在恐懼當中 居民要求桃園煉油場 簽廠 其實簽廠的議題 已經糾結十五年 去年桃園市長 鄭文燦也指出 中油初步考慮要簽到台北港 或海外 但沒有確定 而在更早之前 二零一一年桃園煉油場 也一度傳出要牽制 到觀音鄉 但遭到當地居民強烈反對 遷移的地點遲遲未定 今天中油董事長代簽 接受平面媒體訪問時表示 目前已經找了幾個地方在溝通 但當地都有意見 看來桃園煉油場要千里 一 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不過議員還是請教 有沒有一個真的可以保障 這些居民的生命安全的一個 真的可行的做法 我想內部的審查不行的時候 那你只要引進外部的這個監督 就像說我們今天我們看這個 這件事情 讓人最覺得無法原諒是 它是一個典型的風險 我們學理工人都知道嘛 你要重開機的時候 你因為溫度跟壓力的改變 所以事實上對材料 是構成最大的這個考驗 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應該要特別注意 可是呢 你的整個所謂的標準作業流程 到底有沒有被践行 那當然從外部引進 事實上他當然難免會 因為外部跟內部 會產生一些干割嘛 他有時候運作效率不會那麼好 可是說真的 假如你公安不斷地發生 你不斷在那邊放煙火 那我們到最後只好引進外部的機制 事實上我今天早上 就在我的臉書上 就是要求說 我們最少就整個調查的報告 應該有相當的公信人士 例如說像我們楊里長 可以去介入這個調查的結果 因為要不然大家都看不到 你廠區四百八十公頃 你要進去可能都有一點困難 還要換證 要搞一大堆有的沒的 那喬你內部的機核不行 你內部的監督不行 那你只好引進外部的監督 不過講難聽了 六清就已經有外部的 這些監督機制 還是一天到晚在報 更何況中油 連外部機制都沒有啦 所以這個外部機制 一定要趕快建立 不過我還是再請教一下鄭老師 很顯然民眾現在對中油 完全沒有信心 政府要用一個什麼 國家安全的帽子 扣在桃園的居民 大概什麼人也都聽不下去 政府有沒有一個可行 有效的做法 對 我覺得 我覺得解鈴還需吸鈴人 那剛才里長跟議員 談到的 其實也是我一直主張 就是說針對這種比較高 風險性的工業區 也不是只有令油廠 應該要有跟居民跟廠方的一個 共管的一個監督機制 就是至少確實的落實透明化 增加互信 不然的話 在互信沒有建立之前 你跟他談什麼 雙方其實都保持著一定的戒心 那第二個 我我是這麼看 就是說 中油的一些設備 如果可以更新的話 我覺得地方也不妨 就讓他去做更新的處理 但是 但是要請中油務實的提出 未來長久的替代方案 更新的 R3系列就不會簽啊 這個是我們地方的一個考慮 可是任何一個設備 基本上來講 都有他的一個代謝期 你讓舊的設備 更新歸更新 對 簽場時間表 你還是入定 是 是 是 因為當時好院長 他當時也是在二十五年之下 之下 中油繼續去做 他內部的一些處理 不然的話 你留著舊油的設備 然後政治人物 一直不斷地開支票 說我會 我會做簽場規劃 其實這個對居民的生命財產 安全更威脅更大 梁老師 你對中油比較熟 給中油一些建議 好不好 公安的SOP 那麼應該要 當然大概都有都有SOP 但是基本上有沒有落實 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關係可能要比說簽場更重要 一個工廠 它的工安要做好 你一下簽場就模擬模擬的焦點 工安要做好 怎麼樣弱 已經是不發文 擺抱夢想勇如逐夢的台灣新年 中共十九大工作報告強調兩岸一家親 让台湾人在大陆享有国民待遇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与台湾高校对接 重点风化创新团队 在互联网大国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 梦想与政治 是机会还是利诱 当统一战线对准台湾青年 各地孵化器疯狂投入创业热潮 每一个北京的福童 它都有它的功能性 它们如何落地创造新机 刘远 不只是琉璃艺术创作 更将人文关怀 与万物祝福融入作品里 永远的朋友 抑郁在生活的道路上 遗忘了身边好友的陪伴与鼓励 好风好水 象征台湾的高山坚毅不拔 见水信心奔放 是繁荣谨慎的标记 捐款五万元 加入公事之友荣誉会员 获赠永远的朋友 流离作品一件 捐款十万元 加入公事之友永久会员 获赠好风好水 流离作品一件 详情可扫描QR Code 公事网站 互播02-2633-2000 转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